另外用过的核燃料棒属于高阶核废料 目前都存放在现有的三座核电厂 而现在台电打算在现有的核电厂里面 新建高阶核废料的干式储存厂 今天在新北市举办了工厅会 不过出席的在地居民跟学者专家都非常反对 台电打算在现在的核电厂内新建干式储存厂 正是解决用过的核燃料棒存放问题 今天在新北市召开工厅会 核电厂附近居民赶来参加大力反对 用这种干式储存它的连线是多久 最多给你三百年好不好 三百年之后它要怎么处理呢 而厂内的学者专家也轮流发言 不断质疑干式储存厂安全性 而担忧政府万一通过盖中途储存厂 未来就变成永久的最终储置厂 没有想到以后怎么重装 万一出事怎么重装 或是重装的程序是怎么样 那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我就很担心啊 那是不是这两座核能电厂的厂值 就是核能废料的最终处理厂 而台电则强调高阶核废料该是 祖传在美国已经用很久 而且还要通过原能会的审查 强调设备的可靠度 在原子人委员会安全面也召集了三十个专家 来共同审查这样的一个设施的安全度 再来就是整个在过程中我们都用严谨的测试 来确保每一个缓解我们都有考虑到 主办的新北市政府认为一旦核灾发生 地方政府有救灾责任 却没有各项应变措施的调动权限 将会整工厅会意见 提供中央和新北市河安监督委员会参考 记者欢迎入刘汉林台北报道